恭喜AZ拿下年总总冠军 四边站上狼队 剧本和去年试冠打微博时一模一样 中逸这场比赛的表现完爆了小胖 他说自己现在是第一打野 真没问题 我这是凯皮尔第一打野 谁是凯皮尔第一打野 中逸 而FMVP给到了中单长生 这是对他整个年总表现的肯定 也是对他多次挽救AZ与危难之中的家想 比赛第一局两边就打得很凶 而长生的火舞成为了最亮眼的那一个 这一局打完 我觉得他已经有FMVP的影子了 火舞这样的英雄一上来就敢拿 而且真敢操作 没点大心脏是绝对不行的 第二局长生的嬴政依旧稳定发挥 狼队此时可能还是没有醒过来 被AZ包了 射斧是完全可以回城的 老老实实什么事都没有 但他们偏偏选择了绕后 嬴政大招完美封路 轩染和忠义包过来 击杀盗宰和一生 而另一边 伊诺已经单杀小胖了 而蒙田面对嬴政又怎敢造次 狼队追回两局之后 第五局开始 明显感觉两队都谨慎起来了 不敢失误 但小胖的功本打成了突破口 一方面是英雄问题 另一方面 他也打得确实太急了 伊诺作为队内的老大哥 上半场的发挥真不算好 包括第二局他自己也说 差点成破绽了 但到了第五局和第六局 公孙力和孙上香 这两个陪伴了他很久的英雄 算是证明了自己 第六局 AG打得还是非常稳 保着伊诺的孙上香发育 在刷钱这方面 伊诺是行家 十二分钟快一万的经济 四间套成型 狼队在逆风情况下 选择放手一搏 但小胖被中意连人带龙一起打 这也是这一场比赛的缩影 AG全队没有任何一个人失误 以7比0的局比分拿下比赛 收获队值第四个总冠军 夺冠的瞬间 李久又念诗了 先不说李久的游戏理解怎么样 但总决赛还真得是这个味儿 风乍起 破了红云八百里 乾坤镇 五月如透 皆辅定 台望延 今早赶出云少至 再回首 久天还宇 尽一名 近一年武进决赛 三次夺冠 很多人说伊诺老了 但伊诺连续证明自己 对于后辈 依然可以自信喊话 因为大家都说 重庆狼队 总决赛是无敌的 我觉得我们 创造我们的时代 就是要打破 一切不可能 放马过来吧 时隔三年 中单位置 终于又出了一个FMP 大家总是说 这个版本的中单不行 那长生就证明 中单还能C 而王昭君 又要有新衣服了 重祝中文光 最后再次恭喜A技 这正确的五人组 冠军应该不止于两个 属于他们的时代 可能才刚刚开始